Odio Ju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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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我的建议他有听进去 特别是两岸经贸 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陆续卡关 国民党应该扮演积极角色 他举例 最近有厂商要出口到大陆货柜被台湾退运 原因是产地标示中国台湾 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 双方关系较为反核 标示中国台湾也无所谓 现在蔡政府完全以政治角度来思考 认定这是违法 是问要鼓励台湾产业出走吗 陈根德对中评设解释 若用政治角度来看 蔡政府会认为 台湾不是中国 其实中华民国简称也是中国 产地标示中国台湾 货柜书往大陆被台湾退运 无盈杀厂商的竞争力 这让厂商怎么遵从 蔡政府干脆宣布台湾独立就好 产地标示更清楚 陈根德 中评设黄文杰设 是问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 标示中国台湾 哪里不对 他说 蔡政府凡事都用政治角度来看问题 最后只会逼产业出走 他说 国民党在这些议题上 不能无感 国民党也不能不知不觉 国民党立场是什么 要告诉台商与选民之道 陈根德对中平社说 在吴敦义尚未当选党主席之前 他就当面建议 吴敦义 国民党两岸立场就是和平发展 以及经贸自由化 不能因为政党轮替 造成两岸经贸交流受挫 甚至中断 这需要在党内成立许多推动委员会 衔接起国民党因为沦为在野 没有完成的两岸经贸 留与使命 来源 中平网记者 黄文杰监制 中平社新媒体不择编 陶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制